你覺得你是那一種 很注重細節的人 還是其實你是不拘小潔的 看我的樣子也知道 我是那種不拘小潔的 隨性的啦 對啊 是啦 是 但是就是以為有人很古墨 我一個朋友就是這樣子 我有一次陪他去挑個沙發 光挑那個沙發的尺寸 材質 還有那個舒適度 還有摸起來的觸感 那麼久 挑完之後還問那個店員就說 要清潔保養的那些方式 也問了兩個多小時 那有刮骨 骨毛 你看 很骨毛的 又不是在挑老婆 還是說他在意那麼多小潔 是因為那一組沙發很貴是不是 也不是 後來我的理解是 因為他每一次跟他老婆 吵架的時候 他老婆就會說 那是啦 那要好好挑 因為畢竟很常睡沙發 對 所以觀眾朋友 到底是細節控的人生 成功在旺 還是不居小潔的人生 才更自在 自在一點 無量自在 歡迎收看 今晚海戰吧 首先歡迎 一絲不苟的旭捷狂 誰好 好有活力喔 沒有 軍人子弟就是這樣 爸爸訓練得好 訓練得好 媽媽教得仔細 爸爸從小都怎麼訓練你 因為我爸爸是軍人 所以他很多事情都照軍事規格 然後我們從小就是被子 是一定要自己疊 將房間自己整理 我從國小就幫我爸爸擦皮鞋了 其實我們今天跟這邊聊就好 那邊不講究細節 我們其實也不是很想聊 對 我們在社內的 這都是學務部 非常嚴格 我們非常嚴格 我比較喜歡的 就是那種不居小潔 傻手組的 是輕鬆自在嘛 輕鬆自在 沒有人心腳那麼多對不對 嗨嗨 大家好 我是王一路 好 現在要比三節了是不是 大家好 大家好 你有不居小潔嗎 我覺得你很多 你就是很多細節都會很注意 對 我也覺得他很少 你就是那種左跟屬塊 第二根頭髮的人 他剛剛就在弄頭髮 我這邊好像很很笑 你剛剛就在弄頭髮說 因為你還不居小潔 這邊有兩根白頭髮都不行的 就是這樣做的 真的 我是資料就很高的人 可是我不是細節狂 我就是細節狂 自己找麻煩就算了 可是他們找別人的麻煩 更討厭的 對啦 你是找自己的麻煩 不是找別人 要求自己 像他們是都找別人麻煩 沒關係 找自己麻煩 找自己麻煩 對了 但是很多人都有說 成大事者不居小潔 可是偏偏有時候在職場上面 你如果不注意一些小細節 因為畢竟細節怎麼樣 常 魔鬼就藏在細節 對啊 所以你如果不注意的話 你很可能就不小心丟到工作 也不一定啊 對啊 更慘是有些細節 你沒注意到就會毀了人生 也不一定啊 是 對不對 你人生 你身體裡面 你沒有觀察這些細節 你可能就 小病釀成大病嘛 對啊 小病釀成大病 對不對 開始要問一下大家 就是細節狂在成功之前 它早就已經會把大家逼瘋了嗎 請舉牌 逼瘋啊 我覺得會 我覺得不是逼瘋 還沒成功之前就被逼瘋了 我覺得就是 就是讓有我們的存在 才讓你們知道自己 有哪些地方太不在意了 一件大事就是很多細節 才會組成而成的 對 公式上應該是可以這樣子的 那很多細節是必須要注意的 對 但是在生活上 你如果是太注意細節的話 那你生活的壓力 就會變得很大 很大 但如果一些小細節 你都注意不到的話 你還能注意什麼 可是有些小細節 真的是覺得 為什麼要注意這種小細節 真的 只要你自己知道吧 沒關係 我們癥結點的小細節 到底是哪些事情呢 是… 我們問一下又有 情報戰大調查 節目與網路各大社團 合作問卷調查 讓所有粉絲觀眾 都有機會發表你的意見 而今天將由特派員又雲 為網友們說出心底話喔 對不對 好啦 其實有人就講到了 那些一%會成功的人 就是比那些99%的人 更要注意細節 不過也有網友就想 那這樣那一%的人 不就過得很不快樂嗎 好 那根據今晚開發 官方粉絲團 還有這個句子打動了我 我們來調查討論看看 最讓人受不了的一些行為 到底細節狂的行為 有哪些呢 首先公布的是第四名 自認為對的事情呢 就會反覆提醒唠叨到爆 這個大概14.3% 有網友就說 他真的是受不了 跟完美主義者一起工作 因為一個標點不耗不對 或是一個空格多了 那麼0.03厘米 他可能就覺得看不順眼 甚至群組中被add 然後沒有回覆訊息 不得了電話接不完 好 接下來第五名 就是做事一百億 連遲到一秒鐘都容忍不了 這個占了9.5% 有網友就分享自己的約會經驗 他跟自己的約會對象 相約可能早上四點鐘左右 在餐廳見面 結果他遲到了7分鐘 沒有想到那個約會對象 就直接打槍他 因為他說他真的沒有辦法 忍受人家遲到 只要遲到一分鐘 他就會覺得他的行程 完全被打亂 好啦 這種做事一般言言的人 大家有沒有過這種 很受不了的經驗呢 你們會到這麼嚴重嗎 我跟你講 小燕姐 我跟你報告一下 還是一直找理由 我跟你講 等一下 不是 怎麼什麼 第五點 你知道 其實遲到 遲到是可以允許的一個範圍 對 要看對方長怎麼樣 沒有 是誰 如果打得很正 路上塞車對不對 沒關係 難免 OK 如果長得醜 你還遲到 那就是死 沒道德是不是 沒有道德 因為我們要自己了解 然後這樣的 我們要了解自己的狀況 你是顏值師傑王 第一個 說真的 我們幹演員的 等一下 我們幹演員的 你不吼你就乖乖就早點來 打點好 像我們都是把頭髮先吹好 戴安全帽來 頭髮吹好還戴安全帽來 你看看瓜哥 不是 我剛剛就是這樣子 我就是不讓人家麻煩的 對啊 那你拿起來怎麼還可以保持這樣 比較扁 你那個假扁 所以他在家裡吃到 其實是這麼高 好漂亮 如果那個女的很漂亮 那你遲到五 六個小時 你會不會 那這個當然是太離譜 也太久了 五 六個小時 五 六個小時 我待會兒我就會處罰她 我現在 我現在睡家 處罰她 她有要接受你的狀況嗎 不管了 所以你到底有多麼細節口 我覺得我是生活上 生活上結了婚 老婆 問題是她的毛病是怎麼樣 她明明知道我很在乎這個問題 但是我講了你不改 毛巾就跟擰乾我OK 但牙刷更要甩乾 沒有 你擰毛巾 其實沒有花多少時間 你就是刷完牙之後 然後拿去甩她臉 因為 第一個 你毛巾不擰乾容易發霉 而且那些都是小孩子的毛巾 要啦 要擰乾 牙刷你沒有甩乾 沒有抖乾 牙刷會發霉 我還在用熱水去泡漂白水 去削殺菌 牙刷 而且這些東西是 你做完這個動作刷完牙 你就可以直接做好的 為什麼你不做 講而在講 所以我覺得不舒服 可是你會這麼檢查她的牙 不是 因為她們都是先說 我會去摸 我會去摸 因為我覺得說因為 你還去摸 因為我們是共用 我又沒有跟我老婆分居 我們是住在一起 所以我會很在乎這些東西 還有我們晾衣服 為什麼我說我在家裡 都這樣洗衣服 晾衣服 我老婆晾衣服 她從脫水機拿起來 她就直接用殺菌撐起來 就晾了 那個衣服 你知道 乾了 她是整個斜的 是真的 所以她要抖一抖 沒有要甩一下 好 要抖 你要抖一下 我沒有叫你說去撐 像我 要不然她晒也是會皺皺的 她會皺皺的 你不要歪歪斜斜的掛 因為會有殺菌的腳 不好看 該用比較好的衣服 用圓的那個這樣 她什麼都是這樣子 然後內褲也是 我都穿三角的子彈內褲 她也是用大的一下 有小一跳 然後一穿 這兩個腳尖 她想說是不是幫你 全面撐膚 撐一點這樣 我就說 這個就是生活上的小腳 你可以做到 為什麼你不做 那你毛巾你有什麼要求 因為你毛巾很簡單 而且 沒有 我老婆的毛巾 你說女生比較沒有力量 就算了 對 她的毛巾小朋友小方巾 我該我進去洗牢 我一看 她也沒有掛好 你掛斜斜爛爛爛的 她就出來 她就是歪歪的 她是可以拿起來 你這樣還有水 這個會不會有點離譜 一隻手不實 你毛巾給我看 你先擰 你平常會怎麼弄 你先擰 我力氣算大的 真的要認真擰對不對 你就是一般生活上 你怎麼做 一般你正常怎麼擰 好 還滿標準的 對 這個是OK的 對啊 這OK 這是OK的 這乾吧 這算OK 我看就知道了 那你老婆呢 我士官長耶 我有在訓練的 那妳會怎麼掛 我會這樣掛 這樣掛中間 去 還錯 妳弄完妳的肉體要這樣子 還要甩 打一下 太多了 她的毛才會全部站起來 你還多操 那我站起來 踢起來 不是 你如果說全部的纖維 旁邊講鬼故事 她是不是過刃了 她是不是過刃了 非常麻糊熟了 對 她都是皺的 她都是皺的 她的纖維是貼的 三宅醫生也是這樣 對啊 如果你要馬上三宅醫生 那我就掛得出門 對 所以我們稍微這樣抖一下 就開了 就比較好 還是有點皺 你錄節目就是 我們主持人就說 對 這樣就保證了 他怎麼會這樣 細節 麻了 我有眼睛可以看 還是有 但是就抖一下 不是 那他抖完 他抖完之後是可以直接這樣掛的 就這樣掛的嗎 掛 當然我們掛衣架 要用夾的 還是要用這樣子 如果是在家裡陽台 我們就直接就是掛平 而且我掛東西 我不會說掛這樣子寫的 不會 我會掛 我會掛 因為乾了之後 用勾的 不是一個勾的嗎 只用它勾起來 不行 你掛這樣為什麼不行 因為它有些地方 會不平均的乾 所以你打開 有時候裡面還會濕濕的 所以你一定要把它攤平 為什麼變麻糬熟 可是我跟小燕姐 平常在家裡一定也是這樣 因為我也是 就是折了之後 我沒辦法不對稱 對 所以你老婆是完全就是 放進去濕的 然後就掉下來 我就說 小孩現在三歲七個月 他會說你等一下 乖乖站好 不要亂跑 因為怕會滑 你擰桿掛好 其實 小孩就不見了 對啊 找到那邊是重 對 你跟家裡騰愛車 來